醫師帶來關心疫情 今年醫院呢 部立桃園醫院爆發了群聚感染 他們原本當時都是採紙本來記錄 來醫院陪病跟探病的家屬 所以疫調的速度是比較慢的 為了避免類似的狀況發生 指揮中心決定將全國醫院 陪探病的資料電子化 最快在下週實施 指揮中心說這套系統會提供給 沒有電子化的醫院來使用 如果醫院有自己的電子實名制 就不常致加入 那麼民眾提供的聯絡資訊 會上傳到強調系統 提供給衛福部機關署 如果真的又發生醫院的疫情 就可以加快疫調匡列的速度 而資料都只會保留二十八天 避免個資外洩的疑慮